監方破獲二類電信公司涉嫌詐騙案 製作不法黑莓卡比特卡的網卡 吸引詐騙集團等不法分子購買 這間電信公司獲取暴力金額 達6億3000多萬元 逃漏營業稅粗估打3000多萬 且調查發現NCC前委員肖祈宏 竟擔任該集團的顧問 因為我們有相關的人員 被證人是他們傳訊 才發覺有這些事情 肖祈宏離職不到三年 涉嫌擔任電信公司顧問 曾任NCC主秘委員資訊長 中原大學醫學工程碩士 專長電信電機電子通訊傳播監理 也擔任過交通部電信總局記證 行政院數位國家處新經濟推動小組 堪稱電信專家又有相關人脈 曾經帶二類電信業者 找中華電信等廠商 檢方鎖定肖祈宏身分後 訊憲遭到他與業者通聯記錄 以及用兒子賬戶月齡5萬顧問費 最正確証後正式守網 三年修人綜合報道